这是一栋谋杀了36个人的凶宅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一家三口住了进去 遇到了进行可怕人体实验的医生 能预知的诡异堂式综合征女孩 穿衣色紧身橡胶服的神秘人 满脑子杀露念头的心理病人 半边脸被烧焦的男人 还有一会是老女人 一会是性感上妇的女佣 这里面究竟谁是人 谁是鬼 美国恐怖故事第一剧《谋杀屋》 因为它是一个高口被射击的美剧 篇幅较长 因此视频分为上下两期 想一次看爽的小伙伴 可以先囤两天哦 1978年 一位穿黄色裙子的 唐室综合征女孩站在花园里 一对双胞胎熊孩子 走进了一栋废弃的老房子 门口的小女孩告诉他们 进去的话会死在里面的 双胞胎不听 冲进房子就是一顿捣乱 接着 他们在地下室里看到了 许多装满器官的瓶瓶罐罐 等他们发现情况不对时 已经迟了 一个半人半鬼的机型小孩 朝他们冲了过来 熊孩子 足 专业时间来到现在 本010年 于主刚经历一场痛苦的流产 回家后 听到本该无人的房子中 传来女人的声音 于主小心翼翼上楼查看 居然正好撞见丈夫和学生偷情的情景 从此之后两人有了隔阂 已经一年没通过房了 为了挽救婚姻 男主决定带着亲女搬家 重新开始生活 而他们选中的房子 正是那栋废弃的宅子 房子又大又漂亮 奇怪的是价格非常低 房地产经纪人说 这是因为房子发生过命案 前任屋主是一对同性恋人 吵架时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 然后自杀了 夫妻俩听到后有所顾忌 但女儿子罗兰听到凶宅二次 瞬间要求父母买下房子 2011年 这家人入住了这栋房子 随后 奇怪的人一个接一个登场了 这天女主在家打扫卫生 被我忽然传了一句 你会死在这 转身看到一个面容奇特的黄衣女孩 正是当年那个唐氏小姑娘 此时一个妇女也走了进来 她说她叫兰姨 黄衣女孩是她的女儿 还说她们是住在隔壁的邻居 随后就把小女孩带走了 晚上的时候 女主发现一个隐藏的阁楼 爬上去被赫然出现的黑衣人吓得尖叫 闻声而来的男主发现 那只是一件造型别致的黑胶皮衣 大概是前面那对同性恋人的情趣用品 于是就把它丢掉了 男主收拾出一间房 当作工作室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这天他接待了一位 满脑子反社会思想的少年病人 泰特 他患有很强的厌世倾向 而且总是幻想自己是个恶魔 在学校里无杀别杀人 男主觉得他没救了 没想到泰特在看诊的时候 遇到了正在自残的子罗兰 两个同样古怪的少年少女 一见如故心生情愫 后来女主在怀疑晾衣服的时候 又凭空出现了一个独眼老妇人 她说自己是这栋房子附带的女佣 为美人无助工作 对房子感情很深 即便现在没人请她 依然会每周都过来打扫 女主就把她留下了 然而诡异的是 在别人眼里 她是一个独眼的老年女佣 而在男主看来 她却是一个性感的红发女佣 而且女佣跟蓝姨似乎有着什么联系 因为蓝姨对女佣说了一句 别让我再杀你一次 不仅如此 男主最近开始梦游了 还玩火 这天一个被大火烧伤的男人找到了她 问她是不是最近开始梦游 喜欢玩火 男主很惊讶 然后毁容的男人告诉她 自己很久以前也住过这套房子 房子有问题 她住里面的时候 感觉意识不是自己的 终于有一天 她放了一把大火 把妻子和女儿们都烧死了 男主却只当她是神经病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回家后 她看着红发女佣诱人的背影浴火焚身 想来找女主求安慰 但女主始终过不去心里的看 再次拒绝了 两人因为这事大吵了一架 吵架的怒火牵动了激情 时隔一年 终于有了莫名其妙的肌肤之情 也算有了新的开始 这晚男主又在梦游 她打开了煤气灶 又在玩火 这时蓝衣拉住了她的手 说了一句 还没轮到你 另一边 一个身穿橡胶紧身衣的人 进入了女主房间 女主以为是男主欲求不满 甚至还想来点刺激的 于是便毫无防备地 与这个不明物体发生了关系 很快女主就怀孕了 夫妻俩很开心 只是不知道 这个孩子是男主的 还是橡胶人的 谋杀物的秘密 还要从很久很久前说起 时间回到1968年 43年前的屋子 是护士学院的宿舍 一天晚上 一个头部流血的男人 敲门求助 两个小护士给他开了门 但是男子根本没有受伤 接着两个小护士 被残忍杀害 一个被绑起来用刀筒子 一个淹死在地下室的浴缸里 时间回到现在 男主跟小三还五断四连 这时老婆打了电话 男主看了一眼 小三无辜的眼神 直接把电话关机了 打不通电话 女主急得快要死了 因为有三个邪恶的青年 闯入了屋子里 原来他们是1968年 护士谋杀的狂热下方者 他们想重现当年场景 于是命令女主和他女儿 换上护士装 按照他们设计好的剧情 女主会被捆起来刺死 而子罗兰会被带到地下室淹死 但这个地下室是人来的吗 这时灯光突然熄灭 等灯光再次点亮的时候 杀人方看到泰特 站在浴缸的旁边 而浴缸里当年被淹死的护士 缓缓地坐了起来 地下室里传出阵阵惨叫 泰特 兰姨 女佣一起出现在地下室 熟练的各自分工 对现场进行了处理 毁尸灭迹 警察进行了调查 也没有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但发生了这么多的怪事 女主决定把房子卖了 没想到房子不仅卖不出去 还早就成为了远近门名的著名鬼屋 是游客观光毕打卡的景点之一 好奇心驱使他假扮游客上了旅游车 跟随导游回顾了谋杀屋的历史 你们想知道89年前初代房主发生过什么吗 下期待你看 独演女佣身上的故事 橡胶人的真实身份竟然是他 女主怀上双胞胎 戴下了人鬼之子 小三上门逼宫 却被做成了凉亭 还有最最最可怕 当年轰动一时的黑色大梨花事件也要来了哦 关注我 更多精彩等着你 这栋胸宅建于1922年 也就是89年前 是一名医生为他的妻子建造的 可医生后来不知发了什么疯 不仅染上了毒瘾 还整天在家进行诡异的实验 把动物和人的肢体器官嫁接在一起 制造各种怪物 这就导致家里入不敷出 于是妻子就偷偷替他接下了一些私活 专门给年轻女孩非法堕胎 直到一天 一个女孩堕胎的事被男友知道了 丧心病狂的男友前来复仇 把医生的孩子给肢解了 医生悲痛欲绝 他用自己研究的鬼术复活了孩子 然而他复活的 不过是一个邪恶畸形的怪物 妻子受不了这一切 杀了医生和孩子之后 也吞枪自杀了 据说至今 医生和妻子的鬼魂都还在这个屋子里 听完这些 女主直接吓得下体流血 去医院检查 随后医生告诉他一个更加恐怖的事情 他肚子里怀了一对双胞胎 但却不是同一个父亲的 女主这才后知后觉 他被向交人强暴了 这个诡异的房子困扰的不仅仅是女主 还有男主 性感女佣无时无刻不在引诱自己 但在其他人眼里 他却又是一个独眼老女人的模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回到1983年 老房子内 男主人正在试图强暴年轻的女佣 蓝衣看到这一幕错意大发 直接开枪击毙了两人 那一枪也正好打中了女佣的右眼 看到这里 我们应该知道的 女佣其实是一个可怜的鬼魂 她的尸体被埋在了谋杀屋的院子里 因此她想离开这里 就只能勾引男主去帮她把尸体挖出来 当她发现她错了 这天男主的小三怀孕了 上门闹事意味被杀死了 男主为了毁尸灭迹 在园子里挖了个大坑 挖到了女佣的事故 可她没有挖出来 反而把小三的尸体放进去 又重新盖上了土 甚至还在上面浇灌了水泥 建了一座凉亭 这下 女佣永远也别想出去了 万圣节到了 为了吸引人来买房 女主打算用南瓜装饰一下房子 她聘请了一对设计师 对的 他们就是先前死在屋子里的同性恋人的鬼魂 2010年 他们住进了这栋房子 两人有点小半嘴 不一会儿就都被黑嚼人给杀了 而这个黑嚼人的真实身份就是泰特 杀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领养小孩 泰特还曾对心理医生的男主说过 她讨厌自己的母亲 讨厌她的不检点 而她的母亲正是兰姨 故事回到1984年 兰姨枪杀了丈夫和女佣后 搬出了谋杀物 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不知道上帝对她开了什么玩笑 她四个孩子有三个世纪心儿 只有泰特是正常的 随后谋杀物又来了一家三口 正是那个半边脸被烧毁容的男人 本来美满和谐的一家 在兰姨出现后灰飞烟灭了 男主人爱上了兰姨 妻子接受不了 带着女儿自杀了 而会容难爱的只是兰姨 四个小孩只是附带 她还闷死了泰特畸形的弟弟 这导致泰特性情大变 放火烧毁她半边脸 还变成了连环杀人犯 在学校内无差别枪击杀人 最后被警察射杀在 蒙杀屋的地下室 后来她遇到了第一任女巫主 就是那个医生的妻子 她把她当成她第二任母亲 母亲的愿望就是想要一个小孩 当时童馨恋人不愿意领养孩子 因此把他们杀掉 等女主来的时候 便跟她制造了一个鬼胎 兰姨知道自己的儿子闯了祸 有些不安 于是找来了一个灵媒 询问她人鬼结合剩下的孩子 会有什么后果吗 灵媒答悦 人类之鬼胎 世界之末日 说到兰姨的孩子 还有一个得了糖氏综合征的黄衣女孩 她总是自卑自己长得不好看 十分羡慕漂亮的子罗兰 万圣节这天 蓝衣给了女儿一个漂亮的头套 女孩想带过去给子罗兰看 因为子罗兰对她一直都很好 却在过满墨时 不小心被车撞死 伤心欲绝的蓝衣 直到最后一刻 也没能把女儿拖回谋杀屋 让她的灵魂留下来 看到这儿 我们知道谋杀屋的一个秘密 只有死在屋子里的 才会以另一种形式住下来 谋杀屋的秘密还只说了一部分 这天男主接待了一个漂亮的病人 提到钱的时候 美女直接解开了衣服 吓得男主差点把持不住 其实她也是谋杀屋内的一个鬼 1947年 谋杀屋改成了一个牙科诊所 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演员 伊丽莎白来到这里看牙 因为没有什么钱 伊丽莎白打算用肉体交易 但牙医只顾忘情的放飞自我 忘记及时把麻醉移开 导致伊丽莎白吸食过量麻醉而死 这时地人屋主变态医生出现了 她把女孩切成两半抛在了路边 一丝不挂 一直想出名的伊丽莎白 这次终于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整整两个月 这就是著名的黑色大梨花事件 我们再回到现在 这天男主刚洗完澡就被泰特袭击了 男主奋力扯下他的头罩才明白 他是泰特 可以心爱这紫罗兰的泰特 为什么要伤害他的爸爸呢 原来紫罗兰已经很久不去上学了 于是男主打算给紫罗兰办理转学 泰特千方百计地阻止紫罗兰出门 只是为了不让紫罗兰发现 她其实已经死了 早在几天前就服用了过量安眠药而死 直到最后瞒不住了 泰特才带她看了自己爬满苍蝇的尸体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灵媚的预言开始有些征兆了 她的成长速度极快 还未够十个月 她就已经要出来了 屋子里的住客纷纷出来帮忙 变态医生和恐怖护士替她接生 最后人鬼之子顺利出生 而女主和她的孩子 却都死在了手术台上 同时家人伤心欲绝的男主 最终也被鬼魂们害死在蒙山屋内 一家四口以另一种形式再度团聚 房子被整理了一番后 挂牌重新出售了 这次来的也是一家三口 在中介的花言巧语下 他们买下了这栋房子 只不过一夜就被吓得开车逃跑 再也不回来了 房子继续出售 好巧不巧 中介带人看房时 观光团又来了 当着中介的面 介绍起这栋房子闹鬼的历史 可想而知 中介的脸色有多精彩 此后房子就一直空着了 静静地等待着 下一个冤大头的到来 三年后 人鬼之子被兰姨养大了 给她取名麦克兰登 可在这天使的面容之下 一个恶魔已经出现雏形 兰姨回到家发现满地血迹 保姆躺在了血泊里 她可爱的孙子 双手沾满了鲜血 剧透一下 这个孩子在第八季还未回归 是来毁灭世界的 好了 这个故事讲完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故事